我们就继续上课吧,我们今天要把整个Newal Network的架构跟基础全部讲完,所以讲完之后大家就会对于基本,比较Classic的Newal Network架构跟里面到底怎么做的就有个基本的认识,然后之后就会讲各式各样不同架构的Newal Network是怎么做的,跟为什么会需要这样子的架构。 好,那复习一下刚刚的就是Lending就是在,Machine Learning就是在找一个方式嘛,所以givenX当成我们的Input,不同类型的Task,我们都可以找出他们希望能够Mapping出的那个Fx,也就是我们Y,就是我们的Output。 好,那这个Frontwork就是刚刚其实也提过,那在Go Through以下,最重要的两块,一块就是Training,就是上半部分。 就是在我们看到这些Training Data里面,我们希望能够从我们的Function Set里面选择一个最好的Function。 那这边这Function Set可能会是无限多个,所以我们要有有效率的方式跟比较好的方式去找出这个Function。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Function,那这件事情叫做Testing。所以根据我们之前没有在Training Data里面出现的这些X,我们都可以给它Predict出来的那个Y。 好,所以现在要讲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Training,到底要怎么训练这个Model呢? 所以其实就是上面的这一块,Training的Procedure。我们有很多Function的Candidate,要怎么样找出最好的这个Function,这件事情就叫做Training。 所以会有三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Model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这个Function的Hypothesis Set到底长什么样子? 这是刚刚其实也有很多人问的问题,那现在会详细的讲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就会说,找出一个好的Function,什么叫做好?我们要先定义好是什么意思? 那当我们定义完了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有效率的去找寻这个最好的Function呢? 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呢?因为它的数量其实是无限多的,我其实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试,这其实是不太实际也没有效率。 我们有一个好的方法,能够有效率的找到那个比较好的Function。 好,所以这三块其实就回答了刚刚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Model到底是什么?就是Model的长相。 所以我们会先简单介绍Model的Architecture。那再来第二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好的Function? 所以我们会定义一个叫做Loss Function的概念,来去告诉你怎么评估一个Function它的好坏。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Optimization,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样有效率的找到那个好的Function? 这是一些最佳化的问题。所以就进入第一个问题,就是Model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回顾上一堂课讲的,就是我们知道它就是很多Neurons,然后它会有一些编把Information传进来,然后它会再把Information传出去。 所以刚刚的这些例子做一个分类的问题,比如说分成Binary的Label,或者是分成数个Class的Label。 上面分成正跟负,我们就称它为Binary的Classification。下面如果我有两个以上的选择的分类,我们就称为MultiClass的Classification。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我们这个Input进来之后,我们Predict就是有两个Label,就是有两个数值,ClassA就代表Yes,ClassB就代表No,就是分成两个。 那如果是数个三个以上的话,就是Optimization我可能会有三位以上的Vector。 好,但是刚刚说到很多Task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变成一个分类的问题。 所以在Classification,我们现在就先简化,我们就先把它全部先想成是Classification。 那我之后也会讲说,当不是直接简单的分类问题的时候是要怎么样变成是数个Classification的问题来取代。 所以现在我们就先把它简化一点,把我们的Function想成是我们就只要做分类问题这件事情就好了。 好,所以像刚刚的例子,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所有的Input,N为的Vector,想办法去Map成M为的Vector。 那这个M为有可能是Class的数量,Label的数量,或者是它可能就是0跟1,就是只有两为而已。 好,那基于这个假设,我们就先假设X跟Y就是一个固定长度的Vector,就是我们已经定好的。 我们只需要Focus在我们现在这个Function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就好。 好,那首先大家一开始就会想说,我不太知道要怎么样把一个Input就全部都变成一个Vector,这件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直觉。 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的Input现在是一张图片,我是一个16乘16的一个图片。 所以里面是不是有256个Pixel。 那我要怎么把它变成一个Vector? 其实就很简单嘛,我们就把它变成是一个256维的Vector。 然后其中每一维就代表这一个图片里面的每一个Pixel,然后比如说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这样子。 所以如果这一个图片里面有墨水的地方,我们就用1来表示,没有墨水的地方就用0来表示。 我们就可以把各式各样16乘16的Image全部都转成是一个固定长度的256维的这个向量就可以了。 那Y是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Test可能就是决定这一张图它是0到9的哪一个Digit。 所以我们的Y就会是10维,因为0到9有10个选择。 所以对应如果这张图它是1的话,我们就应该要产生一个10维的Vector,然后第一维它就是1。 因为第一维我们假设它对应的意思就是这个Digit是1。 那如果是2的话,就是第二维是1。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很多Input跟Output的Pair放进去。 所以这张图它对应的OutputPair应该就是右边的这一个,就是第二维是1的Vector。 它就是对应现在这一个Input的Image。 那如果是刚刚是影像,那如果是文字的话,通常是怎么表示的? 如果X是一个字,假设这个字是Love好了,那我们要怎么把Love表示成一个Vector? 这件事情其实就比较难以想象。 那一个常见的做法是,我们会找一个词点。 这个词点它可能非常非常大,它可能有一百万个字。 好,那我们没关系,我们就建立一个一百万维的向量。 然后,比如说第一维它可能对你就是这词点的第一个字,它可能是爱。 那第二维它对你就是这词点里面的第二个字,它可能就是love。 所以呢,love要怎么用这一百万维的向量来表示? 就是01,然后后面全部都是0,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百万维的词点里面所有的字,其实都可以用同样强度的这个Vector来表示。 那里面就是只有一维是1,其他都是0。 好,所以这个向量它的dimension其实就会很大,就会是这个维的它的size。 但其实实际上在做的时候,它其实也不会到真的很麻烦。 因为大家想说这样不是感觉好像很不实际,其实不会的。 因为只有1的那一维它的information才有真的传出去。 因为其他0它乘上那个wait以后是不是就变成0了。 所以你虽然它长度是非常长的,但它实际上有真的在做operation的。 information真的有传递出去了,也只有有被activate起来的那一个dimension而已。 所以实际上在做的时候其实也不会很慢,所以不用太担心。 这是一个很简单去把word转成一个vector的方法。 那右半边如果我们现在是想要评估比如说love它是positive的字眼,还是negative的字眼,还是中心的字眼。 那我们可能就y可能就会有三种label。 那也一样就变成一个三个dimension的一个vector。 第一围就代表它是positive的,那第二围就代表它是negative的。 这样子。 请问一下,input是一个vector? 或者是一个metric? 嗯,input是一个vector,不会是一个metric。 如果你是一个metric的话,通常都会把它压成一个vector,来把它放进去。 对。 对。 因为那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在计算的时候,实际上就算是一个metric, 你把它全部都变成是,比如说它是一个三乘二的metric, 你就把它变成三三三三,然后就六维的一个vector放进去。 就是在乘法上面的时候,它的数导值是太一样的。 就是因为三乘二的几分跟另外一个数导值, 在一个六乘二的那样的,它们其实是比较几分的? 参数的数量是一样的。 对,原本你是三乘二,现在变成六乘一嘛。 你代表的意思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你学到就是那一个dimension上面的数值,乘到的那个weight而已。 对,只是你这样子你比较好formulate成这个跟后面那个vector相乘。 如果你用metric,你可能就后面不太好表示。 所以只要你inputs matrix,全部都会把它变成是vector。 它们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嘛。 我们就先假设x跟y都是一个固定长度的vector。 所以不是vector的形式,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变成vector, 然后再去做后面的出力。 好,这是之前有提过的一个neuron做的事情,再回顾一下。 它就是做一个weighted sum,把input的n个dimension乘上对应的weight, 然后加总起来,加上一个bias,然后我们就会得到z。 然后再把z放进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里面,然后得到y。 然后这边的activation function就只是把z的值压在0跟1之间而已。 没有任何fancy的地方。 好,这里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处理,就是我们把刚刚weighted sum以后加b的这件事情, 把这个b写到左半边。 这样子有一个小小的好处,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两个vector, 它们直接成在一起。 因为这边就会变成我们的input vector多了一维,然后这一维它是1。 然后我们的weighted sum的这些weight,然后多了一维,然后剩下这一维它是b。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两个vector,直接相成。 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物理上面的意义。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里想成是我们的input有一维它等于是它的feature。 这一维是一个always on的feature。 所以always会有一个b的数值加在里面。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这件事情其实是让你可以调整你的class的prior。 举例来说,因为像刚刚我的z放进去以后,我是不是会follow这个function, 然后去得到它0跟1之间的值。 但是如果我想要调整它超过0.5的比例要比较多的话,我其实是希望能够把z往右边移动一点。 就是希望z大一点。 所以我这时候就可以靠b它的数值来让我totalz,z是一个weighted sum。 所以我b如果比较大的话,因为它是一个always on的一个value,它就会把它的input往右边推。 所以它就有可能它output的那个activation function之后的output那个y,它的数值就会比较大。 所以它其实概念上就是它给你这个class的一个prior。 如果我希望这个class它always可以output比较多,超过0.5的数值。 我可能就会学到b会比较大。 如果另外class它是比prior比较少,它超过0.5的数值的几率应该比较少的话, 我们其实就会给它一个比较小的b或者是负的b, 让它可以往左边移动,让它output超过0.5的那些y数量是比较少的。 所以biased的概念其实就是在这里。 好,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写成这样子。 我们这个function的长相,就是这个neuron它做的这个basic function,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w它是一个vector,里面有w1到wn,这里面所有的参数。 然后乘上你的这个x,然后再加上b,然后再放进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里面, 就会等于我们的y,这就是我们一个neuron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所以在这里面,一个neuron里面的参数,参数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它的weight的那些information。 就是只有w跟b而已。 因为x是我们的input,是我们不能调整的。 大感谢您知道吗? 好,很好了。 以上。 истори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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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